曾大屋位於沙田獅子山隧道公路旁邊 於1850年建成 公曾氏家族居住 此見者是客家人曾冠萬 這條村規模龐大 歷時二十年才建成 原名山下圍 由於曾氏子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修容了不少逃難的人士 為了表揚曾氏的高尚德行 所以就被人專稱為曾大屋了 曾大屋是沙田保存得最好的客家圍村之一 佔地六萬多平方尺 是一條堡呂式的村落 村情長方形 由花崗石 青磚 和木材建成 村外面有城牆保護 四角有三層高的炮流 城牆上面有窗孔 和遼望孔 正門有兩線巨大的鐵門 為村民起了好好的防衛作用 圍村裏面 屋與屋之間有通道和天井相連 就好像一座棋盤型的軟落 一共有住屋一百多間 村裏面有兩個井 最初是供村民飲用 現在就主要作為洗作的用途 村民已經很少飲用井水了 曾大屋留下了一些清代的牌匾 和壽平 極具歷史價值 正門的大夫帝匾額 是曾冠曼被朝廷封為奉直大夫的見證 正廳文灰的橫扁 是為了表揚曾氏族人曾蘇在鄉市中 考仲舉人而設的 正廳裏面的大堂 是曾氏家族的議事廳 裏面有十二幅木刻壽平 是當時的高官和富貴人家 為了慶祝曾冠曼七十一歲受臣所贈的 正廳裏面的木樑上面 亦都掛滿了曾氏歷代先人的遺照 當中有不少是高官添薄 除此之外 圍村裏面有一個祠堂 是曾氏子弟祭祀祖先的地方 曾大屋並不是展覽式的紀念館 裏面仍然有人居住 不過大部分曾氏子弟已經搬來大屋 現在居住在裏面的 多數都是外姓的居民 昔日的熱鬧景象已經不再存在了 現在居住在裏面的居民 在裏面的居民 感谢观看